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踏出了第一步 他的儿子司马炎只不过是第二步而已 但是他的无恩余下的确为晋朝埋下了祸因 所以我们这一起 我们就把他跟曹魏时代从曹操 曹丕 曹瑞 曹芳 曹范 曹焕就是六代做一个总结 就是曹操他曾经梦见三马同朝 所谓的三马同朝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想到这三马究竟是谁 但是用后见之名三马同朝的话 就是同时朝位 但是这是预言 就是刚刚好 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 到他儿子司马炎 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进五帝篡位成功 所以三马同朝就是灭了朝位 那三马同朝他虽然有一个典故是曹操在梦境中梦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曹魏的建国跟司马家的建国是完全不一样 曹魏的建国是以武力打下来的 曹操一生经过二十五年的征战 所打下的江山 那司马家就是完完全全欺负孤儿寡母所得到的天下 那换句话说这两家不同 所以司马家族的建国 享国不长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从朝位家族到司马家族 我可以告诉各位 至少曹魏家族无愧于司马家族 但是司马家族却有愧于曹魏家族 我们回顾一下 曹操打仗用人给钱给官 都是大开大合的 他是有恩于部署 换句话说 曹魏的五谷大将 其中就有两位根本是降将 张辽 张和 他们两个都是降将 但是曹操赋予重任 从曹操赋予重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有恩于下 所以曹操死后 曹批能够建国 就是他曹操家族是有恩于人 那所谓的人 并不是指一般的人民 而是说曹臣 一殿为为臣的官僚 所以我们可以说 曹操虽然是以权术欲下 但是他是赏罚分明恩赏并佣 但是我们来看司马家族 司马家族他用人是取媚于上 好 司马仪本身就是一个马屁精 司马师也是一样 那到了司马昭更是不露流 就是他们都是产媚于上的人 所以从曹操的角度他来看 曹魏政权被司马家族窜了 曹操一定是不服气 但是他纵然不服气 但是他还是梦境欲言实现 三马同朝 结果真的是三家归进 三家归进我们再来看看 司马昭政治遗产 司马昭给司马炎的政治遗产 大概是四个 就是各位知道 司马昭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过句给司马师 叫做齐王优 一个是齐王优 是老二 老大叫做司马炎 那齐王优 他的政治智慧应该在司马炎之上 因为他的政治名声比司马炎好 所以当时候在司马炎 时代很多人都认为 齐王优应该要取代司马炎 那司马炎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靖慧帝 靖慧帝是一个童痴 是一个智商不足的小孩 我们可以看到 司马炎为了扶植他的儿子 他不习 让甲冲出阵 甲冲是司马家族的一个工程 他让他出阵西安 到了最后又不让他出阵西安 然后让靖慧帝取甲南风 他主要他也是认为 这个天下是我司马家的天下 我不能够落入到其他人之手 纵然司马优是他的弟弟 他还是坚持传位给儿子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他不得不拉拢外戚势力 来制衡齐王优 让齐王优自己优愤而死 所以各位仔细去看 从司马昭、司马炎这两代 都是无恩余下 玩的全部都是权术 而这种权术都是非常低级的权术 就是无恩余下 那除此之外 司马昭的政治遗产 司马昭的政治遗产 就是鼓励派性内斗 他从中获利 然后成为一个仲裁者 他从参与者变成仲裁者 这个就是司马昭 这个是司马昭给进朝的一个政治遗产 这一种政治遗产就非常非常的坏 然后第三个 司马昭那个时候去学习的他爸爸 跟他哥哥的做法 就是让他家族领兵 那家族领兵他认为朝位能够被他篡位 篡得那么的愉快 然后时间那么短 可以让进朝建立的时候 他认为宗室力量不足以跟全城力量抗衡 所以他要扶持宗室 然后立抗全城 所以耳后的八王之乱 可以说从司马昭手上开始 然后第四个 就是司马昭他诛杀民事 民事过半的结果 就是让这一些民事 各个 各个都是什么 放权让利 所谓放权让利 你只要给我权势我就效忠 所以就是说进朝有很多 光怪入离的事情发生 大家认为不可思议 为什么进朝他要以孝治天下 他不敢以忠治天下 因为他本身就是欺负孤儿寡母而来的 所以他叫以孝 以孝作忠 那朝魏时代也是以孝作忠 但是至少朝魏时代 他们还对于教育等这些都非常非常地注重 那不像司马家 以奢侈 以权势 以富豪 在世人面前出现 所以司马昭给近代的遗产是非常非常的坏 那当然这个主要是因为朝魏皇室的衰落 让司马家有谋朝篡位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看司马昭的政治智商 我一再讲 任何一个从事政治人物 从政的政治人物 一定要有政治智商 我在这边 我在讲一个故事 李登辉不管他喜不喜欢李幻或者是郝伯春 各位要理解到 他是拉拢他们来进行政治斗争 所以当他知道 于国华很讨厌两个人 一个是李幻 一个是宋楚瑜以后 因为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于国华跟他的卫队讲 就是他的随护讲 有两个人的理 他是绝对不收的 连贺年也不必 一个是李幻 一个是宋楚瑜 他是明讲的 他是特别交代 好 他知道于国华不喜欢李幻 也不喜欢宋楚瑜 他叫于国华下台以后 他就用了李幻担任格魁 宋楚瑜就接了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 各位高不高招 纵然李登辉不喜欢李幻 但是他还是用了李幻 那李幻一年不到 他就下台以后 他就找了好不存 他找了好不存 他主要的目的是取代了李幻 那让李幻势力没有办法反扑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李登辉的政治智商 他是完完全全操弄于权柄之间 那这一种权柄呢 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我要指定我的接班人 所以当郝伯春之后才是连赞 这边我告诉各位一个实际的例子 本来连赞之后是谁担任格魁 是连赞 本来在李幻之后谁来担任格魁 本来是连赞 这个是郭婉荣亲口说的 郭婉荣曾经说过 他那个时候到印度去开会 结果命令发布居然是好不存担任格魁 郭婉荣不禁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不是说好是连赞吗 那换句话说 李登辉是于恒时事 知道这一些人他反扑的话 连赞未必坐得稳格魁的位置 所以他宁可让给郭婉荣 那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智商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司马昭 司马昭在处理所谓的齐王优 跟司马炎的问题的时候 各位他明明属意的是司马炎 绝对不是齐王优 但是他还假惺惺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此天下乃锦王之天下 事实上齐王优也好 司马炎也好 根本就是你司马昭的儿子 你也不必假惺惺 因为锦王的天下 之所以会落到你的手上 是因为锦王无后 就是司马思无后 所以造成了司马昭的篡起 如果司马思那个时候 传位给齐王优的话 司马家族必然不保 因为政治学有一个铁律 那这个铁律讲的就是说 黄泉可以传承 无论他年纪大小 但是全城可以传承吗 不能传承吗 所以政治学的铁律 就是说全城你要 你要所谓的传承的话 你必须就是说 那个人年纪要够大 你才能够接班 所以我们可以看 宰相可以随时换 为什么皇帝不能换 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司马昭他就是因为考量了 司马炎跟司马优 就是齐王优之间的 纷纷扰扰 所以朝城分成两派 而后侧两派相互倾压 相互倾压的时候 那当然造成了政局的混乱 那这种倾压的局势 一直到齐王庸过世了以后 才慢慢的平息 但是那个为时已晚 因为 因为晋惠帝继位的时候 确确的说 晋朝的国势 已经走下坡 那最后就是我们讲 好 内部的政治斗争 就是我刚刚讲的 既有齐王优 跟司马炎的斗争 然后齐王优再跟 谁的斗争 跟司马中 就是晋惠帝之间的一些斗争 那这种斗争 从司马昭时代 一路延续到 司马炎的时代 这种内部的斗争 可以绵延将近二三十年 这个在历史上面非常罕见 等到两个斗到最后 因为齐王优的过世 这个问题自然解决的时候 对不起 晋惠帝集位 当晋惠帝是一个低能儿 集位的时候 你贾南风的专权 你又造成外戚 宗士 跟朝城之间的冲突 所以就是说 司马昭给 晋朝的政治遗产 可以说 完完全全是一部血腥腥的 赤裸裸的政治暴力史 这也就是说 当司马斯 当司马家族三代 除了司马裔 司马斯以外 从司马昭开始 这个朝代 就是一个不正常的朝代 当然 现在政治学上 那有一句著名的话 叫做不正常的国家 所谓不正常的国家 就是半主权的国家 因为他一半 他需要看别人的脸色 但是我们话 还是说了回来 就是说 近代 静朝所有的恩恩怨约 是因为司马昭而起 况且司马昭 他创下了一个最恶劣的典范 就是杀掉了高贵 相供朝鲍 各位要知道 近代以来 政变频繁的国家 有一个国家叫做泰国 泰国任何人发动政变 是不杀政敌 然后 他只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 让你出走 我不杀你 我让你出走 第二个 你就出家当和尚 然后第三个 就把你 送到周边国家 让你安享天年 跟出走不一样 出走 他或许到台湾 他或许到美国 但是他会把你 那第三种 他会把你安排在周边国家 然后 还是继续的供养你 所以各位仔细去看 泰国的军事政变 没有血腥的杀戮 这个是让泰国 也保持了元气 那相对于我们从泰国 这个现代的例子 来看近代 近代杀戮之中 纵然是同为中士之后 也杀戮的非常的血腥 这不能不说 这一切的祸根 是由司马昭所引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